英国财长哈蒙德 视觉中国资料图英国财长哈蒙德 周三11月28日表示 任何形式的脱欧都会让英国经济变糟 但首相特雷莎没拿出的脱欧协议 已经是最好盘本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英国财政部发布最新83页脱欧分析报告 比较特雷莎没在7月取得格言共识的契克斯 提案 以欧洲经济之EEA成员国和欧盟来往的挪威模式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模式 以及无协议脱欧等四种方案 结果发现 相较于继续留在欧盟 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 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15年后都会缩水 相较于留在欧盟 脱欧会让英国的GDP在15年后缩水3.9% 但若无协议脱欧 萎缩幅度将大幅提高至9.3% 哈蒙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表示 单从经济层面来看 英国脱欧后的经济会变得更糟 因为脱欧将给我们的贸易带来阻害 签订新的贸易协议 首相特雷沙梅表示 目前英国与欧 蒙德成的脱欧协议 是对就业和我们的经济最好的协议 特雷沙梅还补充说 这项分析并不说明未来我们将变得比现在更穷 另据彭博社报道 英国中央银行发出眼里警告 如果特雷沙梅不能让其英国脱欧计划获得议会通过 而英国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 那么英国可能遭遇至少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 英国中央银行预料 在最糟糕的情形下 英国经济一年内将萎缩8 房地产价格将暴跌近三分一 相比之下 金融危机时期 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高点下挫至低点的跌幅仅稍高于流 同时英镑也会受冲击 将迫使央行大幅度提高利率 以抑制通货膨胀 英国议会将于12月11日 表决是否支持已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 目前 该协议在英国遭到不效反对 反对道已表示不会支持该草案 保守党内部对协议文本也存在明显分析 特雷沙梅又 支持脱欧协议还你一个光辉的英国 去香港东网报道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周日25日向全国发公开信 称欧盟领导人签署协议后 他将全心全力落实脱欧协议 特雷沙梅在公开信中强调 协议会尊重并实现前年的脱欧公投结果 并形容该协议是革新与和解的时刻 他写道 不论你是支持脱欧或零欧 这份协议都将对你有利 他对整个国家和所有人 民通行 不论是否在前面 并非保护性福 主要可超多的事 不论是否定了 不论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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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